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排片量和上作率均不错 不过这部电影的口碑却很一般 上映一天后 八月未央的豆瓣评分也已经出炉了 可以看到评分只有3.9分 距离及格线有点远吧 这个成绩也是让观众大跌眼镜 未上映之前 八月未央的期待值非常高 他作为七月与安生的姊妹片 甚至有人预测谭松韵和钟楚希这对组合 可以在电影节上复制周冬雨和马思纯的辉煌 没想到会让大家这么失望 讲述的是两个好闺蜜在爱情上的抉择 这个剧情和周冬雨和马思纯主演的 七月与安生友谊点下 也是两个女孩子因为一个男生友谊发生变化 最后和解的故事 钟楚希饰演的魏央 是一个性格叛逆 但很聪明的人 不过童年时期被母亲折磨 被乔家收养 魏央和小乔 从小一起长大 对于魏央来说小乔 就是黑暗童年里的全部光亮 谭松韵饰演的是小乔 也是女主的闺蜜 性格是热情开朗的 面对自己的喜欢的人气 总是能提起勇气 追求自己的幸福 而小乔未婚夫 朝眼 罗静 是 的出现时的三人的感情 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三人关系也由此变得 错综复杂的爱情故事 剧情较为狗血 明显三角恋的关系 很多网友 大骂这部影片 是一部烂片 骂他太狗血 毫无营养价值 主角无病身影 台词搅柔造作 又体会了一次 如坐针针的感觉 除了剧情备受诟病 两位女主的表现 也是让观众大失所望 不少网友认为 适合谭松韵在小屏幕 真心不适合大荧幕 表现太差 对于钟楚希 好像从方华之后 就没有口碑好一点的作品了 大家看 这部电影了吗 观后感如何 你会打几分呢 声明 图片来源于网络 如果有侵权 请联系删除 谢谢 这篇报告完了 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